大家好,这里是如实说,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 有人说,全世界有三大硬资产 美股,中房和日债 2022年,这三大硬资产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中国的房子尤其难过 以前的新闻多是为了买房能有多拼 现在却变成为了卖房能有多拼 这两天,河南商丘一则广告拼出了新境界 两元美金,小麦换房 海报信息显示,购房人可用小麦来付首付款 价格按照两元美金,最高可抵16万元 据当地房企销售人员表示 该小麦收购价已经超出了市场价 目前当地小麦的市场价为1.5元美金 相当于美金补贴五毛 作为中国最大的小麦产地 河南房企的这招也算是地方特色 只是不知效果如何 同在河南的开封期限 大蒜换房的活动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5月底,开封建业城的销售人员 已在短视频平台上吆喝 5元美金,大蒜换房 根据其宣传来看 16天内有2859组来店 852组到访 最终的成交量是30套 冲敌首付款,所用大蒜为86万斤 平均下来就是一套2.87万斤 可以抵大约14万的首付 按照目前该楼盘5500元的均价来算 14万的首付已经能买120平的房子 不得不说,我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比河南房企更狠的还在后头 只是,花样摆出的就是措施,真的有用吗 今年前4个月 河南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038.18万平米 同比下降8.2% 商品房销售额为1846.45亿元 下降17.4%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达到了19.2% 谁都不好过 这两天最出圈的莫过于青岛 6月17日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发布 关于做好促进居民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通知 通知的亮点是 把促进居民买房变成了KPI 6月底 每个合作社完成网签不少于两个 该项工作纳入2022年度工作考核 按照当地工作人员的说法 这是因为最近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和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合发布了一个购房优惠政策 可以为购房者提供24%到40%的汽税补贴 街道则是为了推广这个优惠政策而发布的通知 该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 在回应媒体采访时 确认了这一通知的真实性 完不成的话 我们社区是要扣分的 社区书记也是有可能要被扣钱的 尽管连带责任有点过分 但也不难理解 毕竟青岛的商品房库存实在太高 据科尔瑞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4月 青岛商品住宅狭义库存高达2500万平方米 排名全国第一 比第二名的武汉还多了400万平方米 当然 今天这种局面 想要努力卖房的又何止青岛呢 全国上下各地政府都在努力卖房 最常见的就是三板斧 降首付 开放限购 提高贷款额度 温州算比较狠的 联合银行推出了前三年 只需要还利息的房贷产品 号称先锡后本第一成 珠海打响一人买房全家还贷 父母的公积金 既可以子女购房的用作首付 也能帮助子女还贷 开放限购政策 还时常和开放三胎的政策绑在了一起 生娃买房加纳税 称得上模范市民了 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房票政策 所谓房票 就是政府提供给拆迁户的 具有一定面额的凭证 拆迁户可以拿着房票 去找指定的开放商买到现房 对政府来说 不需要立马出一笔钱 还能给房地产去库存 对开发商来说 多了一个卖房的渠道 对于拆迁户来说 想要赶紧住上 房子的人还是不少的 2016年 最早提出 房票政策的安徽安庆 选择房票安置的拆迁户比例 就达到了85% 过去了6年 房票重出江湖 不完全统计显示 今年3月以来 包括信阳 宜兵 常熟 江英 温州 南京市立水区 郑州等15个城市 陆续推出房票安置政策 或以征求意见稿形式 发布房票政策 或以公布政策细则并实施 而较早启动的城市 则已开始发放房票 就在昨天 河南郑州发布 郑州市大蓬户区 改造项目房票安置实施办法 办法给予了选择房票安置的 被征收人多个福利 给予安置补偿 权益金额8%的奖励 以现金方式 奖励被征收人 三个月的过渡费 不计入家庭限购套数 免征部分汽税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 房票模式之下 地方政府在拆迁补偿方面的 支付压力大幅下降 启动资金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而土地出让的回款时间 则没有明显变化 可能加速推进 就改和捧改 释放居民自住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 未必完全没问题 但好歹是多了一条路 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 全国已有100多个城市 共计出台各类楼市松绑政策 超过300次 尤其是4月以来 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 也加入到楼市松绑行列 4月和5月各地发布的 楼市松绑政策均超过100次 且松绑力度在不断加大 从政策内容来看 放松限购限售 优化房贷 调整公积金政策 支持多孩家庭购房等 已经稀松平常 而在小麦大算 能抵首付 买房纳入社区 考核亮相之后 后续还有多少奇葩的 就是错失 又将挑战市场的想象力呢 为了把房子卖出去 各地政府和房企 真的是绞尽脑汁 那么效果如何呢 根据华创证券的数据 6月中旬 30成地产销售数据 出现快速攀升 同比高达25.9% 看似却有效果 但仔细一看 这里的30成数据 实际是21个城市 每日地产成交数据的汇总 包括一线城市4个 二线城市9个 三线城市8个 根据克尔瑞的监测数据 5月份房子卖得多的城市 都是因为热点往红盘集中入市 或是之前基数较低 从而拉高了平均去化率 比如郑州 华润幸福里 一个楼盘 首开去化率达到99% 助推郑州去化率攀升到65% 刨除该楼盘影响 单项目月 均到房量下滑三成以上 客户观望情绪依旧浓厚 再比如无锡 由于之前4月份基数较低去化率 只有3% 5月去化率17%显得比较高 但依然不足20% 最多算是轻微复苏 远不足以说向好 而上文提到的一些政策凶猛的城市 去化率甚至不涨反跌 比如南京 5月去化率环比4月 还下降了12% 5月房价继续下跌 新房库存量7.7万套 二手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3万套 实际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加一目了然 5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总体延续降市 同比涨幅均有回落或降幅扩大 同比下降城市各数增加 无论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还是房地产 开发增速和景气指数 依然处于下降趋势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下降趋势有所放缓 不管怎么看 虽然有政策不断加码 但楼市确实没有触底 更别提全面回暖的拐点 那么问题来了 楼市什么时候才能止住下跌的势头呢 根据招商证券的研究 要稳住楼市不下行 房贷利率还得继续下降 参考过去几次地产周期下行时 房贷利率下降的幅度 2008年利率下降1.8% 2014至2015年利率下降2.5% 2018年利率下降0.3% 而本轮到目前为止 利率下降0.31% 2018年和2014年 房贷利率下降0.30% 地产销售同比已经转正 而本轮房贷利率下降 已经达到同等水平 但是地产销售还在继续下滑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楼市的困境趋向2008年 换句话就是房贷利率还得继续降 但是正如广大网友所说 买房我缺的是月工吗 我缺的是首付 今年1至5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1.5% 其中5月同比下降6.7% 仅5月份 餐饮收入同比下降21.1% 服装鞋帽类零售额 同比下降16.2% 汽车类零售额 同比下降16% 金银珠宝类零售额 同比下降15.5% 家具类零售额 同比下降12.2% 化妆品类销零售额 同比下降11.0% 说白了 大家没钱消费了 一方面可能是真的没钱了 另一方面可能是不敢花钱 那谁还敢买房呢 前不久 经济日报发表文章 呼吁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 尽早消除其 可能对整体投资增速 产生的不利影响 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的实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近5年 房地产行业对GDP的贡献率 稳定在7%左右 可见房地产的回暖 对于全年5.5%的经济目标 有多重要 每当经济不好时 总有一句话回荡在耳边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中国房地产的信心 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